這裡是《The Jackie Show》 各位先生們 歡迎來到《The Jackie Show》 掌聲 到底今天我們要檢討的是什麼樣的主題呢 絕對肯定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個話題 而且這個一個人知錯能感 那是善莫大意 等一下 講得好像誰有錯 本來大家一直以為《The Jackie Show》 因為你講話 所以被罰錢 其實沒有 因為 一切的責任都歸罪於在於我 所以我用服裝證明一切 你還真滑 而且這個洗的還沒有撕掉 幹什麼還 就是我在黃中帶一點憂鬱 黃中帶噗啊 神經病 那麼觀眾朋友內行看節目 對於我們的節目就知道了 事實上我們反映出來 社會上點點滴滴 社會上不可能全部都是好的 好的要講 壞的也不要規避它 所以說到匯及記憶的話 你這個病永遠就不會好 我們是個凸顯社會上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讓我們社會上的這些 這個蕭小無所遁形 是 今天要討論這個主題叫做 蜀旗打工受騙計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是能敢是吧 蜀旗打工受騙計 你們就 哇這樣好不好 再一次 今天要討論的主題就是 蜀旗打工受騙計 不然你們現在是掛到鬼喔 哇這樣就可以 不要那麼誇張第一排了 哇 而且沒有打過工 蛤 這年紀應該很小 有打過工嗎 現場有打過工了 舉手一下 預備 欸有啊 金魚你應該有啊有啊有啊 對不對 好幾位都是有的 你本身有嗎 嗯 都有嗎 當然有 我還在加油站裡面當過加油工 對 聽說今天來就要談有關於 騙財騙設 嗯 打工會受騙 對 所以把這個騙財騙設的老闆 兩位請到 你瘋了 欸你不要亂講 看一下標題 對啊 喔立法委員 對啊 而且他們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教授 他們兩位來到我們現場 絕對是給我們現場朋友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說法 講清楚 說明白 幸福跟著來 歡迎邱毅先生 周錫瑋 謝謝 楊毅 有 汶 呼呼 喔耶 好 喔 兩位好 周立維你好 這個對於我們的節目啊 最近啊 都盡量在推行一些 跟社會上這個良善的意思 是這個籃球國手的身材 那個帥 我做的跟吳宗憲差不多高 對啊 他剛剛私底下跟我講說 他應該找秦 會出秦立委員來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他也是罵你罵得很怕 我罵我 有罵他 他還罵我是不是嗎 沒有 我覺得有的時候講話 可以比較競爭有能力 了解了解 我們可能比較思維 什麼 那我倒要了解 他是怎麼罵我 有罵過你嗎 我想大概沒有 那還好吧 因為上過我節目啊 沒有什麼好罵 人家他是在別的那個 遊台上 罵我 罵我的話有一個好處啦 知名度水上常傳到 對啦 對… 就像這個鬧北聞一樣 對啦… 像那個蔡安喬也是因為你 這個水下藏 你見你的大頭鬼 那是跟你鬧 但是我們講實在話 就是說政治人物其實盡量不要罵我 因為我們是搞笑的嘛 那魯虎他是政治化咧 政治化 然後幹嘛 那是藝人啦 所以我們不管如何啦 這也是很好的一個狀態 那聽你這麼一講 好像你們有被罵到比較紅 我沒有被罵到就不紅 那罵我… 罵我罵我嗎 罵我罵我 罵我罵我 要人家罵也是到某一個程度 對啊 俗語說得好 你要長得醜啊 高處不勝寒 醜才被罵 對啊 被罵什麼外星人 對… 進去被車撞死 好… 那麼周立委應該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說 暑期打工 事實上你最近也做了一個相關的報導 對 我跟許多大專的朋友都談過 那麼有許多大專的朋友覺得暑期打工啊 很划不來 為什麼 因為有些時候他覺得找的工作啊 跟燈的不一樣 有的到了最後結算一下 沒錯 奇怪 當初要給我兩萬 結果到時候結算只給我五千 還有一個去打工的 結果把麵包烤焦了 公眾場合 要他把烤焦的麵包通通吃掉 哎呦 心引受傷 所以這個有許多大專學生覺得我念書念得這麼好 但是你叫我做的工作又是一些初工 所以有很多大專學生覺得我學不到東西 那我又沒有這個得到我應得的報酬 可能他在工作上有一點虐待 聽說還有暑期打工撞到老闆的女兒 他要叫他逼他娶他啦 在哪裡 在哪裡 你想去打工啦 真的嗎 大概是你打工碰到的 還有相關的類似的這個狀態 所以打工問題特別多 對 學生容易被欺負啦 那我們在錄影帶電這個當這個受打工的邱逸 親本家人上次跟我們家來的 你還記得啦 邱逸跟邱逸 沒有關係名字發音 他叫我叔叔 真的嗎 對 多少錢 兩個去這個KTV最喜歡唱邱逸農 邱逸農 人家不買口 真的嗎 有一次吃事情嗎 人家不買口 你不要回我名解了 這個人稍微看這樣笑到 沒有 他也是懂幽默的人 會跟他開玩笑 那我們請我們這個邱教授跟我們聊一聊 是有關暑期打工的狀態 起床 暑期打工喔 如果被騙大概分兩種吧 喔 兩種 專家就是會分類的 一種叫騙財嘛 一種叫騙色嘛 就是我剛剛講的吧 我先談騙財 我想還有一種是騙錢 騙三種就錢少賺一點就被騙了 騙財騙色跟騙錢 財跟錢有什麼不一樣嗎 他講的差別嗎 對 所以你就不懂了 人家立法委員耶 人家立法委員 分三種 第一種是被騙財 第二種被騙色 第三種被騙錢 我想吳宗憲喔 其實還是搞不清楚 他講的是財氣吧 我跟你講喔 一種是老闆少給你錢 一種是去應徵 像吳宗憲如果看看說有什麼伴遊啦 男性的 你要去交錢你就要被騙錢 他就被騙錢 一種是你自己拿掏出來的 了解 所以總共有四種 一種是被騙財 騙財 一種被騙色 第三種是被騙錢 被騙錢 第四種是騙財騙色騙錢 通通被騙了 人才良心 他還白幹呢 這樣嗎 邱教授你有第五種嗎 請說 還有是騙人家的啊 蛤 蛤 也有騙人家的騙老闆的也有 對啊 騙老闆的 肚子餓故意把麵包烤焦通通吃下去 我先講啊 騙財啊 騙財大概啊 比較常見有幾種 一種就是說 像什麼登一些模特兒經濟公司 就叫你去嘛 說你是明星臉 然後叫你去拍一組這個沙龍照 對 那結果花了一萬多塊 甚至有時候花了更多 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另外還有現在很流行 像外匯公司 你到了以後 給你幾個電話 你打去 好像真的有人在買賣外匯 其實都是套招的 都是套招的 另外就是 演戲給你看 還有叫直銷公司 你去的話 叫你先 給一些 你該不會收信那一家吧 一戲之間很穩的公司 去能打了 我剛剛等著你 還好 有什麼公司啊 不然你不能亂講 有嗎 另外還有一種 像是什麼 做手工藝的 他叫你去買材料 回來做手工藝 到後來 回去的時候說你什麼規格不符 或者回去公司 這個我做過 你也做過 你也做過 那個鑰匙圈 然後畫那個米老鼠 有有有 對 他說畫得不好 我畫得很好啊 但是他就是可以挑出毛病 這個狀況真的是有 我們還真的有 另外一種是有爭議 就是說有時候你去打工 打工到後來這個老闆薪水不給你 那老闆薪水不給你 有時候也不盡然是騙了 有時候真的是你打工 表現的績效不好嗎 可能反而把公司的 自己也要 自己也要負一點責任 對 我剛剛在講 我以前唸書的時候 也當過加油工 本來油加到外面來 對啊 不過也要怪自己 一邊抽菸一邊這樣 要加多少 加油的時候不可以抽菸 車每一次都拓展不停 唉唷 我以前是去培訪這個麥觀察 你的臉一定生育不錯 對 但很不錯啊 但是後來他們都不來了 為什麼 我要謝謝光臨下次再來 對 滿一送一 我們今天找到真正的案例 有我們民意代表在這邊 有嗎 還有我們的邱教授在這裡 當你們的靠山 好不好 這社會上還處處有溫情的 你們不要害怕 在外面受到什麼樣的欺負 還是要講 不要悶在心裡 這根本在心裡就大錯特錯 對 那就是大錯特錯 不要來 不如我的美 你的大胃的鞋 破 破 今天我警告你 不准再提到大錯 因為我昨晚睡得很好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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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大真生 跑去做0204女郎 有 有 這個也是不好的 然後 勝選行業 要考慮到你做的有沒有違法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事情 至少 你常打去喔 不是我常去的 我常常去的 我常常去的 你會不會打去 我沒有喜歡 你是我的學生喔 對 但是我們今天有兩位案例 是真正他們有遭遇到騙財騙色的 歡迎EVA小芳 好的 好的 EVA妳好 來跟大家說Hello一下 大家好 還有兩位來賓 這大哥哥 特別來賓好 那EVA今年貴根幾歲了 20 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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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目前還在這個念書嗎 還是 還在念書啊 對 才打工啊 他念書打扮得如此妖艷啊 現在年輕女來賓 我 是因為要來賓 對不對 不要啦 他可以當你爸爸 亂講話 對 抽發到哪那麼會生啊 你不是說 對不起哪那麼會不小心啊 你不是說16歲的時候就 好 好 那麼第二位小芳今年貴根 23歲 23歲 那也是在念書嗎 沒有 已經畢業 畢業多久 兩三年 兩三年 他們其實啊 以前念書的時候都打過工 對 這個打工的經驗啊 給我們所有好朋友 大家做一個經驗喔 好不好 他們傳書經驗 是學習最快的一個方式 打工被騙這個 被騙 的時候跟這個地點 是最有關聯的 地緣啊 什麼這些人緣啊 都有關係 被騙過幾次啦 到現在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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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講那個經過好不好 嗯 就看報紙嘛 然後他說 真那種助理 什麼樣的助理 文書助理 文書助理 那個很多 然後就先打電話去問 他沒有助紙 他是有電話 然後打去問之後 他會說 那你要直接來面試這樣子 然後 助理還要看長相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就過去談薪水啊 一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過去之後 先寫履履表那些 然後他說小姐 不好意思 這個文書助理 這個 就是名額嘛 已經滿了 滿了 滿了 那怎麼辦 然後他說那我現在幫你轉部門好不好 然後我想說 好吧 可以 然後轉了部門之後才知道 他說 要叫我去各個門是推銷 喔 推銷 推銷東西 然後我想說 這樣子 比較好 所以在車站那邊 然後說 我們是愛心什麼的 賣圓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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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 沒有 我也是很有同情 是一百塊 我在高雄我也買過啊 然後我說 哇 好可憐啊 他一看我 六和路 對 六和路 民心我認識你 買口香桃 我說 叫助理說 買一條買 助理會來 不要買啊 我說 老闆說買就買 後來不知道誰又罵了他 我說去買去買 後來把他叫我來 來來我買 口香桃就好可憐 他是真的斷腿 我說買了 我說多少錢一條 六萬塊 六和路是真的很多 但是他們 很恐怖 他們都把那個零錢 集合在牛排館那邊 換大鈔 換大鈔 對啊 我住那邊啊 不過你買 你很面善喔 小明 這次的車子好來 先去 今天穿過 對 穿裙子 好 好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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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轉部門 然後我就說 那可不可以再換部門 他說好 然後就先上課 他就安排換部門 然後上課 那天上課有四十幾個吧 然後他說只錄取二十個名額 然後就開始上 然後講講 其實他講了這麼多講 然後後來 就是賣 類似去推銷那種 還是得推銷 推銷 賣的東西是哪類 推銷那種 類似那種 像那種第四台那種 化妝品 氣血循環機 那種 喔 那款 一台一萬九千多吧 一萬兩萬 先從家裡找手 家裡有沒有賣出 親朋好友 沒有 那個人他說 我說一台兩萬這麼貴 他說對 然後他說那你要進這個部門的話 要賣六台 他的業績是六台 還有一個月 賣六台之後你才能進這個部門 對 對 這樣子 然後 你已經進入到冥響了 對對對 然後但是裡面有一台 第一台 要在你今天下班 五點打卡下班以前賣出 啊 才能進這個部門 那其他五台的話 那其他五台的話 其他五台的話 就是不限你時間 以後就對了 對 那一台抽多少錢 第一台沒有啊 第一台是我要爭取進這個部門 所以沒有抽那個獎金 來這台 真的 那這個 這個根本本身就是怪怪的 兩位 你們覺得這個有沒有怪怪的地方 家裡需要這種東西嗎 先買一台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騙你去做這個白工啊 但是這個 真的絕對跟實際的工作內容不一樣 有很多的學生打工就碰到這樣的 這樣是不是不合法 這樣是不合法 但是基本上你要進這個公司 它要不要用你 你面試完以後你要簽約 那很多人不簽約嘛 所以你工作的內容要做什麼 或者你的待遇都沒有 對 所以你這個就被騙了 提升你的說法 你要求職的話 你當然看到了所謂的應徵工作助理 是 那你自己就必須有個心理準備嘛 那其實像類似這樣的廣告是很常見的 是 到了公司以後 老闆可能跟你interview以後 他就告訴你換別的工作嘛 那這種所謂的直銷公司 其實是現在 打工裡面很重要的陷阱之一 因為抓人家的心 那對 那你這時候你自己要把持得住嘛 你本來是要做這個行政助理嘛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應該要離開嘛 對不對 那你不應該繼續再 掉進陷阱 越陷越深嘛 所以基本上其實很多的打工仔被騙了 其實跟自己這個 定力有關 可是他們有時候會提出不同的誘因啊 我覺得他也算好的 我覺得他不算是很損失慘重的 只要你本身願意 不願意他也不勉強 對啊 他這個還算是不是損失慘重的 問題是說 你有買嗎 買了 你看吧 有用嗎 那是幹嘛 你看不出來沒有什麼用嗎 有喔 氣血循環很好啊 過來一點 後來你自己也買了一部 對啊 我就這樣啊 沒有他講話才誇張 怎麼說 他說喔 我說哇兩萬塊一台 這麼貴 五點以錢 那我剩沒幾個小時 他說喔 你可以去找你二十個朋友 你有沒有朋友 那你當然回答他也有啊 他說你可以去找你二十個朋友 一個借一千塊 二十個就有兩萬塊啦 喔來這坨 自己買一部這樣啊 他也勸你自己買 第一部嘛 你要進這個部門的第一部 天啊 所以你看這事實上就不太健康 他們是講的很有道理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就是已經很殘酷的被騙的話 那你們就等於沒有把小方放在眼裡 喔 來來來過來過來過來 小方講一下 小方小方 小方呢是很慘痛的故事 來講給我們兩位長輩聽一下 請說 因為那時候剛畢業嘛 然後去想說從事娛樂圈的工作 喔 想要投入娛樂圈 對 然後去找了傳播公司 然後可是去找的時候 他是報紙上是寫說 其實他只是助理工作純內情 然後去的時候 然後是一個女主管面試的 然後面試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這邊底薪是兩萬多塊 然後講得聽話亂醉的吧 那你覺得很吸引你啊 然後反正 有資訊課畢業的嘛 會電腦嘛 那想說好吧 那就做做看 剛開始做前兩個月都沒事 只是跑跑銀行啊 是… 然後就到最後 他說 業務人手不夠 嗯… 然後他說 業務 對 然後他就請我跳出來 我說 可是… 我不太會做業務 他說沒關係啊 而且獎金會… 底薪會提高 變三萬五 我說好吧 那因為金錢又貨 就像領台一樣 對… 他講說就跳出來做業務 可是其實我不太懂他們 業務在做什麼 是… 然後我就跳出來之後 大概第一個月之後 他就跟我說 就是跟我介紹說 要做什麼做什麼 是… 結果後來他發現不太對耶 怎麼… 為什麼傳播公司 我們要登報紙 找別人來貸款 喔… 找別人來貸款 對 那不就是錢裝了嗎 就說你今天要貸三十萬 我要借三十萬 結果… 那你跟銀行借不到 我們幫你 你就把你的所有資料給我們 但是我們要抽八萬 三十萬抽八萬 那可以買一台新的電視了 對啊 這幹嘛呢 怎麼… 他會跟妳講 這八萬是賣旅遊卡的 是… 他會跟妳講說 有兩年期限 可以免費出國兩年 然後其實我們內部都知道 沒有這回事 那你本身 覺得這家公司 聽說還是黑社會 黑道經營 會不會是那一家公司 一氣之間 我們中間進來講了 然後然後等著你 幹嘛 真的嗎 有關係 對啊 因為老闆就是 他就… 有社會 對 他常會講說 哎呀 我認識什麼立委啊 那麼周立委 我覺得你跟黃老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告訴你啊 這個黃老闆可能把立法院的那個立委名單 早就抄了一份 然後所有的名片也都印了一張 很多人利用這樣就對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最明顯的例子 因為他們剛入社會嘛 是 比較年輕不太懂 而且大家會相信說 你看這麼單純的年輕人怎麼會騙我們 所以他出去去找貸款最好 喔 找這種反而 對 找這種 乖乖牌 對 乖乖牌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不太會去防乖乖牌 蠻漂亮的 對對對 小方呢 他在受騙的時候 還因此受傷喔 為什麼受傷呢 還有驗傷 但是鬧到警察去 現在目前呢是 是好像本來要提告書 後來沒有辦法 講一講 狀況怎麼樣 請坐 沒有 因為那時候後來就做業務嘛 那因為我們很衝啊 為了獎金嘛 是 很衝 大概衝到三十幾萬 喔 因為抽了很多嘛 然後後來我也升主任 短短的一個 一兩個禮拜之內我就升主任 剛剛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好嗎 從領財變成媽媽桑 好厲害喔 媽媽桑還下去賠酒了 這是 然後結果後來到最後要領錢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就拿一張單子出來 你因為什麼什麼被扣款 蛤 蛤 這不是你扣我的錢那一張 喂 幹什麼 那是你給人家借錢買房子 人家當然跟你扣款啊 是假的 你給你扣款 來來來 然後說因為我 底薪三萬五 獎金三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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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是販賣嬰兒啊 獎金三十幾萬 好棒喔 這見鬼了 這是後來呢 因為抽錢的話 我們跟公司是一人一半 這麼好 那你如果他帶四十萬 我們可以抽十二萬 唉唷 我怪你還要 要說就對了 後來後來呢 那後來就因為領不到錢 他會跟你講說 你遲到一分鐘扣五百 五千 隨便講 一分鐘扣五百 對 他就隨便跟你講 或是說 你上班啊 可能你外出辦事是 扣五千 他還有沒有說 你尿尿在馬桶外 扣六萬 沒有 拜託啊 因為你在化妝室 分太久扣錢 道高一尺 磨高一尺 你說 因為你偷看我尿尿 罰十二萬 又撞文 大老闆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大老闆 是 用草紙用得太多 還扣錢的 那個大老闆還非常有名 還這次要出來選國民黨的中常委 很有名的大老闆 唉唷 那麼我想你沒有講出來 我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來來來 了解一下 無所謂 這個大老闆是神 神 是神 很有名的一個大老闆 了解了解 但是他就是因為這樣 他有開飯店旅館之類的嗎 他有開飯店旅館之類的嗎 有開飯店旅館之類的嗎 有 有 本身喜不喜歡玩股票 當然很喜歡啦 而且是很有名的 好 請周立委告訴我們是哪位 國民黨裡面是神的人太多了 了解了解 有錢的也很多 是是是 來來 很難回答 你剛剛要提出你的說明 來 我想基本上 你曉不曉得這樣做 可能你也會犯法 對啊 可能你不曉得對不對 所以後來印象 其實這個老闆很清楚 他要為武 他曉得如果你這樣去做的話 真正你要去告他 可能你也是有犯法的行為 你也會有 共犯 所以他就抓到你心裡的弱點 所以你到最後你沒辦法處理 對 這個事情可能就是年輕朋友就業的時候 最要小心的 搞老闆 年輕朋友打工的時候 為什麼會受騙 八個字 貪心不足 猶豫不決 其實你可能一陣 你已經發現說你受騙了吧 對 但是你就覺得說 我還要再拗下去吧 說不定我走這條路 我自己也能撈到錢吧 或者我找個墊背的 那麼這時候可以把 可以把我被騙的東西 撈過來吧 所以我覺得就是 貪心不足 猶豫不決 所以這個可以作為 年輕人在打工的時候 引為戒情 有道理 你剛剛講八個字 我擔心你 你只講了四個字 搞錯了 就跟以前我們當兵那個指揮官一樣 你們退伍之後 送給你們五個字 哪五個字 努力工作 後來我怎麼 怎麼算都四個字啊 後來他旁邊他的副官 把指揮官 努力工作只要四個字 送給你們五個字 努力工作 後來我退伍之後 就尊奉這個指揮官的旨意 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 EVA曾經也有過被迫要賣產品 我以為你說要賣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節目是有形象 對 你這樣笑的感覺 不是那麼的健康 因為我以為你講了那個字 對不起 請我們邱教授 特別收個單收畫面 笑好一點 本公司邱董 邱董 邱董 櫃檯有您電話 王總經理 贈送V1包廂水果盤兩盤 本公司邱董 葉玉勳找你 對 那我太高興了 我葉玉勳叫人了 親北家 葉玉勳叫人了 對 他找我我可能 會半下 你還真的聊起來了 好 半事情了 長官我們那個過過 過一個場就可以了 不要貪心不足 對 來來來 EVA講一下 妳那個狀況 那時候可能就是 一心想要找到一份工作 對 沒想到那麼多 然後又是第一次被騙 那就不會再有第二次 那有賣產品嗎 你有 沒有賣出去 自己已經被騙已經很慘了 還要害別人 那我下次要賣 我會記得找你 你要把口紅茶 還找我幹 其實有時候打工的人 不用說想說 他要賺很多錢 經驗是最重要 對 那你去麥當勞 雖然一個鐘頭才幾十塊錢 但是做得很快樂 對啦 但是一個大家公認的就是 一個好地方 當然 如果是這些大的品牌 你到中油還被騙 那我有什麼辦法 有沒有 到中油 有啦 我們是有一個同事 這個也是當年我打工 跟我同一家 是你嗎 沒有沒有 他打工一個月 到最後家裡拿了四萬塊 才把他帶回去 為什麼 他跟人家比槍 喔 比出人 我講說年輕人以前 人家老是抓腰壞 衝突 他什麼都沒有 不過剛剛講說 打工應該是賺得一個經驗 我很贊成 因為他以前就是賣那種卡拉OK 有沒有 然後就拉著一個小推車 然後他就沿路走唱 才能夠唱成這個樣子 後來我沒有做那個 我跑一座音控 對啦 然後還賣電器 那時候你剛好在我們公司 歌齡 歌齡 不紅啊 我們公司歌齡以前出來 好像不紅 他到後面都很紅 對 張宇你看 張宇也是 大牛也是 對啊 敬瑞瑤 那以前後來我 後來沒做 我去開唱片行 好 你的還是賣不好 欸 不要再聽我的 但是呢 很多學生都來打工 但是打工 他們有的一點概念都沒有 他問我說 Jana Jackson跟Michael Jackson 不是兄妹嗎 對 為什麼膚色不一樣 那我要解釋他 因為Michael他是這個 對啦 剛剛是辛苦 他說 對啊 後來又說 人家說要貓王 貓王的CD 他拿了一個美女野獸 那個獅子頭 那個說 這個是貓王 然後最離譜是 他 人家 我跟他考試 慢慢講 慢慢講 我很生氣 因為老闆一直抱我 聽他講完話 回去會有便秘的事情 不用找醫生 過兩天自然 後來我就跟他考試 我說溫金龍是幹什麼 他說 二胡啊 欸 講對了嗎 所以說 努力有成 對的 後來我說二胡嗎 看他有沒有 沒有自信 二胡啊 然後他 胡二 就講對了就好了 二胡 溫金龍 他是死輩的 在那一段時間裡面收穫最多 對 他拉了一個卡拉OK的機器 有沒有 放音樂給人家聽 然後怎麼樣 他經過很多巷口 歐巴桑就丟錢給他 唉唷 很可憐 顏面神經 這樣 臉這樣燒到變成形態 又出來自己自立更生 天氣好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歐巴桑丟了兩萬多塊 他不敢接受 他跑啊 那換成銅板丟他 歐巴桑以為我是卡拉OK 你還要延續下去 歐巴 聽說你也到模特兒公司收過片 不是 是朋友 那我們聽聽他的經驗 朋友在那個 模特兒的經紀公司裡面當電話總機 那種模特兒公司 在報紙上每天都會看 每天喔 哈囉 陳真 模特兒 然後進去之後他會先跟你說 你必須拍一組那種寫真的沙龍照做宣傳 一樣 一樣 秋千恩講 做宣傳嘛 是 然後那一組拍下來就 可能要好幾千塊甚至上萬塊 看你拍的內容 是 主數多不多 然後 那你就是必須先拿一筆錢 去拿回你拍的這些照片 因為他會 他會跟你說一份 你自己要買回家的話 買底片回家的話 要多少錢 然後另外我再幫你複製一份 送給 送到各個的經紀公司去 製作單位 對 對 連這個錢他也要賺就對了 嗯 然後其實 一百個人裡面吧 看有沒有一個人 是真的說 就很幸運這樣子 可以當成明星一樣 對啊 主要他沒有門路 但是他是要賺這個錢 對 年輕人都有這個明星夢 好不好 那吳大哥在這裡跟你們講 這個十七條很難走的路 吳大哥是誰 你啊 你不是說憲哥就好嗎 對啊 吳大哥 對啊 吳大哥 拉近大家親切的 對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真的不一定 那麼康 康大哥在這裡也跟大家說 加油 你扣了 不好意思 失禮失禮 這個 養子不叫富之國 對 你啊你外星人啊 那麼小芳我跟你講 他還因為這樣 他歸納出來一套的說法 給大家一個建議 你們今天外面還是要打工啊 對不對 有時候自食其力很好啊 騎騎車啊 那賺一點零用錢啊怎麼樣 請小芳講一下好不好 聽說這個這個 就是還歸納出來一個板子 來來過來 第一條 嘿嘿 大家看一下 第一條呢 這個啊 給你們四個字 好好努力啊 小心 小心 並注意 對方開出的 職襯 及要求 莫名其妙 一個禮拜之內 幹到主任 對啊 就像他這種 如果你答應 要當主任 你就是笨啦 我們裡面有一個叫小慧的 做多久都沒辦法升主任 幹嘛 你這樣什麼意思 大家要叫他主任主任 就鼓勵他 就鼓勵他 對啊 但是薪水少五千 第二 同一家公司會在報紙同版面 以多種方式刊出 他就是啊 比如說什麼公司 然後又來另外一邊 亂信 所以那是殺網捕魚的現象 你沒進去你就受騙了 對 第三項 我跟你講 面試的時候 若是女性主管 亦 不可掉以輕心 若是這個主管是女生 女生 也要特別小心 有時候是那個老闆的馬子 昨天 合夥人 對 不是出現那個鴛鴦大盜嗎 那女生現在探門 狀況沒問題啦 男生後面來搶 四歲的女兒還跟在身邊 所以你看這個是很恐怖了 好了 那絕不留下身份證影印本 也不可以坐保 這不用說了 好不好 這個要強調 坐保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康康就伸受其害 因為我以前是賣電器的嘛 那你要給我買電器 一定要保證人 是是 很多人買了就保證人在付 對 所以這個保證人是很重要 對 那麼我房子是你幫我坐保的 我很倒楣 憲哥我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才想起來很糟糕 喂 憲哥 他說不要留下身份證影印本啊 可是我很想問那個 周委員 像我們演藝人員啊 我們在填寫那個 演出 演出酬勞的時候 我們都要付上一份 那如果大家要去影印的話 那我們這個是根本是管都管不住啊 這的確是問題啊 因為有很多的工作 你要去做 你就要給老闆這個 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法律上要去規範啦 就是光影印本不算 要他自己本身的簽名 或者有其他的證明 才能說他是不是有做保啦 做其他的事情 因為印章都可以刻嘛 這是我們法律上的弱點 對對對 幫忙一下好不好 很危險 這我們要做 對嘛 那以後用褲口名部就好了 那不更麻煩呢 好 前往面試前 與多位長輩討論 這一點很重要啦 好不好 要詢問讓爸爸媽媽 但是千萬有一點 千萬不要自己一個人去應徵 那也很危險啊 好不好 有去無回這種狀況很多 跟同學去 對嘛 查詢 104詢問此家公司 是否有登記 這一點我個人就不以為然啦 很多 很多公司是沒有登記 我有我有登記 有有有 很多公司是沒有登記 但是他在招人的話 他沒有在報紙上 那就不用了啊 我們 就我們會去講啊 想進來的人太多了 現在好像缺一個女朋友 沒有要進來 不是女朋友 我們那個一個工作 大概一萬多人在搶啊 對啊 不要說你 我就接很多電話 大家要進來你這邊 還要透過我 所以我也是白癡白喝好幾趟 遇到這種狀況也要 沒有啦 沒有啦 阿龜也有人 我們公司有沒有好 你沒覺得 Nono進來公司就越來越胖 哈哈哈哈 像話嘛 面試的時候發現對方說得太精彩 薪資福利超乎想像 這可能是有非常大的問題跟陷阱喔 對啊 什麼還可以出國旅遊 三十幾位 什麼什麼日領星解決困難有沒有 先拿六萬塊回去用一用 解決家裡任何困難 那一種就完了 而且還免費教你跳舞喔 嘿嘿 身材好的還教你美姿美姨喔 嗯 說你是當模特兒喔 第一天上班 晚上十一點來上班 喔 像話嘛 然後一開始就喝酒幹嘛 就是 collable 好 來 還有一個 久未聯絡的朋友或同學也需小心 怎麼說 對對對 對 怎麼說 以前有一個朋友都打給我 他說你現在做什麼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要拉保險 喔 你拉保險還好 我這個是怎麼說 欸怎麼樣阿輝 好久不見了 我輕易出來吃飯啊 怎麼樣 後來一見面就叫我買鑽石 唉唷 你看我這個甜不辣熟能夠帶什麼好鑽石嗎 對啊 多難看的一雙手 而且很久沒見面就是一借要借三百萬 對啊 四百 他覺得他很紅喔 那跟我借不借三千萬 阿輝就借三百了 你什麼意思啊 你多紅啊你 受不了 最討厭檸檬亂說話 檸檬是什麼意思 亂說 你穿那什麼 對啊 人家好糗 上次人家 我最討厭洗衣本亂說話 對啊 人家還點歌 藍寶啊 上次人家在POP給他點歌啊 欸唱檸檬樹啦 檸檬樹 打死都不會唱 真丟臉 蛤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可以見三千 他先唱 沒有 人家 你的師兄弟有撲哏出來 你要配合一下 我也 為什麼會有哪一個檸檬樹 為什麼 好 好 對不起 客人 那檸檬樹我不會唱 那我唱榕樹下可以嗎 蛤 不要一定要檸檬 好 那 預備 但是 路邊一顆 檸檬樹我才 哇 討厭耶 對不起 這樣很討厭 他們是師兄弟啊 POP裡面會套招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太多年了 對啊 我們會用了會噁心 就像愛瓜一樣的感覺 對 要講來講 哈哈 面試的時候發現任何不妥 絕不留真實電話或資料 這個也很重要 小朋友要記得啦 一定要 結辦同行 且事先觀察公司附近的環境 但是也不能太那個啊 但你們觀察就觀察 人家大公司在那邊 對啊 你也不要搞得跟小偷一樣 這樣 對啊 這樣也怪怪的 對啊 一進去就說 出來 蛤 你不要以為你躲在那邊 我就看不到 然後打開又沒有人 後來抓到總經理跟女秘書 在偷情 好不好 謝謝我們這兩位案例啦 講得非常好 我們再次謝謝他們 掌聲鼓勵一下 他講一講話 他就叫我站起來 然後叫我背對著他 然後他就突然 突然這樣摸了一下這樣說 摸哪裡 就摸你屁股這樣 摸跟大腿這樣子 摸一下 他做什麼呢 他就說 我就這樣躲了一下 他說 你不要怕 我只是因為我們這是港式茶樓 所以必須得穿那個旗袍 所以他想看看你說 穿那個旗袍那個曲線 好不好看 對對對 然後自己就是平常都有帶那種 防偷拍那種娃娃 防偷拍的娃娃 就是如果有人偷拍那娃娃會亮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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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然後結果 因為平常他都不會亮 然後去那個 換衣服的那個小房間的時候 就在那邊叫 就突然會叫這樣 他覺得很奇怪 就看那邊的那個 那些房間那個燈啊 就覺得奇怪 因為他原本已經很亮了 可是他居然 上面還有一個很比較特別的奇怪 一盞小燈 就我進去唱 然後那老闆撲向我 就覺得不對了 我一直掙扎 然後我就拿麥克風 一直捶他 然後我就爬向門口 發現那個鎖 我們去KTV不應該是有那個 應該不是有鎖的吧 反口 對 可是那個KTV居然是有鎖的 那個包廂是有鎖的 蛤 所以 有一家公司 他需要有平面模特兒 幫他們公司拍產品 然後我就上網去應徵啊 然後拍完之後 我一直沒有在網路上 甚至任何的雜誌 看到那個照片 可是有一天我都覺得在夜市 看到了我的照片 是我的臉 可是身體是一個 幾乎全裸的女生 然後是 接頭 頭被接了 然後是放在那種 你去夜市看得到 有一些LD KTV